学的会用得着的家常菜 朋友们好 今天教大家做胡萝卜炒肉 胡萝卜对半切开 再切成薄片 泡好的木耳切成小块 准备一小块前腿肉 肥瘦分开 分别再切成片 切好的瘦肉放上盐 加点老抽给它上个色 这个是拍碎的葱姜 泡出来的葱姜水 用来代替料酒 给肉去腥补水 用干净的手抓拌均匀 把肉片抓出粘性 肉片已经抓得很粘手了 这个时候再放上玉米淀粉 给肉片上浆 这样淀粉就能牢牢的裹在肉上 炒的时候就不容易脱浆了 锅中烧水 水烧开下入胡萝卜和木耳焯水 焯水半分钟 捞出备用 另起锅 先下上肥肉 炒出油脂 炒出来的油有一些多了 咬出来一些 再加上蒜片 葱段 炒出香味 炒香了之后 瘦肉下锅炒粉 把瘦肉炒到都看不见深色就可以了 然后胡萝卜 木耳回锅 开大火 一起翻炒 食材都是熟的 翻炒几下就可以调味了 加上盐 白糖 鸡精 鸡精不喜欢就不放 生抽 再淋上一点锅边醋 打上青蒜花 再次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一道非常好吃的胡萝卜肉片 就做好了 这个才是真正食用的 家常菜做法 喜欢的朋友 就试一试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